鏡頭轉回臺灣 上個月十三號 才啟用的國道六號東草屯休息站 昨晚有網紅號召車聚 數百輛車 不只停滿休息站 還造成車流回堵到高速公路 國道警察也緊急關閉休息站 進入休息站的車道 已經塞車 還回堵到國道上 導致該路段車流一度止暴 九號晚間國道六號東草屯休息站 突然湧入數百輛車 不只停車場全部停滿 還有很多車 找不到停車位 就直接違規停放路間 國道警察獲報到場廣播驅離 警方到場了解 原來是有網紅在網路號召車聚 一開始地點是國道三號南投休息站 後來臨時改到國道六號東草屯休息站 藝人王陽明 春風等人也出現在現場 因為休息站已經爆滿 國道警察緊急暫時關閉休息站 連出勤火警任務要反對的消防車 也一度被卡在車陣動彈不得 如果說已經造成其他一般用路人都會使用困擾 應該是會引起一些觀感不佳 警方表示因為東草屯休息站 小型車位僅95格 瞬間涌入數百輛汽車很快就塞爆休息站 警方現場告誡車聚召集人誤有違規行為 另外共取締75件 包括超速 未吸安全帶 無照駕駛 使用未照車牌等違規違法行為 到10號凌晨1點多 車去車輛才散去 記者 邱石碑 彭彭群 南投報道